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生后半个月 久不来往的父亲老吴竟然拎着礼物登门拜访了 顺应地和父亲打了个招呼 把一杯茶水递过去后 小花心中有些恍惚 父亲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一幕幕往事浮现在他眼前 听母亲说 老吴一辈子想要个儿子 婚后却连生两个女儿 怀小花的时候 老吴一心以为是个儿子 结果孩子一落地又是个丫头 赶上那会儿政策研 公务员老吴还因此被了处分 所以 小花一出生就不受老吴待见 加上小花相貌品贫 脑子又不灵光 和漂亮的老大和聪明的老二相比 越发不得老吴欢喜 读书的时候因为成绩差 小花没耍被老吴折打 老吴常常一边用鸡毛胆子抽搭着他的屁股 一般叹息自己养了个桃架的镍树 其实小花也不是不努力 只是脑子反应迟钝 学东西慢而已 因为不受父亲待见 小花儿时基本没用过新东西 身上穿的都是大姐淘汰下来的旧衣服 书包和文具则是二姐丢弃不用的 二十八岁的时候 小花把同在超市上班的小李带回来 说自己要嫁给小李 老吴一打听 知道小李家是农村的不说 下面还有两个上学的弟妹要供养 气得当即把小李和他带来的东西一起推到了门外 小花却执意要嫁小李 他不声不响地跟小李回老家办了婚礼 而后 很自然地和小李住在了一起 小花离家一个月后 母亲找上门来 一番沟通后 小两口拿出一万块钱彩礼给老吴 老吴交出货口本 让小花办了结婚手续 婚后 小花还是和小李住在出租屋里 日子虽然清贫 她却很快活 小花儿时最大的梦想就是逃离父亲 现在实现了 她全身每个毛孔都是舒展的 随着父亲此时就登了门 小花定一定精神 颇有点不自在地看着眼前的老吴 只将老吴放下茶杯 快步走到婴儿车前 俯下身小心翼翼地抱起白白胖胖的孙子 激动得老泪纵横 看父亲这个样子 小花心中若有所思 想了应该是老头子一生无子 看到孙子后感触良多吧 干咳两声后 老吴很不好意思地邀请小花一家三口搬过去和他一起住 小花很是诧异 老吴自顾自说下去 原来数月前 大女儿和二女儿共同出资给老吴买了套房 一百多平米的商品房 房子太大 老两口住着太孤单了 小花极不愿意和父亲共处一室 正要开口拒绝 却被一旁的老公小李拉了拉袖子 小李把小花拉到屋角低声道 听说那房子是学区房 每户有一个可以上重点附近小学的名额 如果搬过去 不但少了房租 还顺便把匆匆的上学问题解决了 何乐而不为呢 小两口商量了好几天 最后为了儿子 小花妥协了 搬过去之后 有了老吴两口子帮忙 小花不用整天围着孩子转了 她感觉轻松了许多 因为不用交房租 匆匆的一切花费又由老吴代劳 小花两口子的银行账户上也慢慢有了积蓄 看着老公查账户余额时的财迷样 小花心里也甜滋滋的 阳光和煦的早晨 小花想用着母亲亲手做的可口早餐 觉得这些日子简直是近三十年来 自己过得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她对父母生出几分感激 对父亲的厌恶也没有那么深刻了 然而 好景不长 匆匆开始上学后 因为匆匆的教育 小花和老吴在一起争执 一天 小花正在上班 幼儿园的老师给她打电话 说匆匆在幼儿园踢上了一个小女孩 小花匆匆赶到幼儿园 见小姑娘的小腿上一片瘤青 那忙着又是给女孩擦药 又是向对方家长赔礼道歉 而后气呼呼的把匆匆拖回了家 谁知 批评了将近半小时 匆匆就是哽着脖子不认错 小花急了 把匆匆按在床上就开始打屁股 匆匆疼得嗷嗷大叫 小花正弯腰打匆匆 冷不防后背受了沉症的一击 幼儿子脸颊火辣辣的疼 回头看时 却是老爹 拿了鞭子在后面抽自己 原来老吴和母亲出去溜湾 一到家就听到了松松的叫喊声 看到孙子挨打 老吴超级沉练的鞭子就抽伤了 母亲在一旁死命拉开了老吴 回到自己屋里 老吴还在不住口地骂小花 孩子出生到现在 身穿用度 医疗教育哪样不是老子在花钱 你们两口子给孩子花过几个钱啊 你有什么资格打我孙子 从小你就蠢得像头猪 还有脸教育我孙子 老子今天跟你没完 小花捂着伤口 蒙在了那里 他们想到 父亲竟然会对已经做了母亲的自己动粗 吉儿心中兇荣起 子孙被践踏的屈辱和怒火 有那么一瞬间 他甚至想到了报警 不过这个念头 很快被理智压下去了 妇女闹到派出所 场面太尴尬了 但是那股想逃离的渴望 却再也无法压制了 他拿了包 势子匆匆出了门 心想 这回就算是天塌下来 他都不会回来了 快下班的时候 小花给小李打电话 报了个地址 让他直接过去 4日下班回家 小花发现老乌两口子 和隔壁的张伯 出现在他们站住的旅馆门口 他心中一惊 想父母怎么会找到这儿来 随即明白了 回头横横玩了小李一眼 母亲见状 连忙打圆场 原来昨天小花 带着儿子离家后 老吴就开始茶饭不思 一个人坐在客厅 失魂落魄 拉到凌晨十分 也不肯休息 母亲见老吴这个样子 只好向女婿求助 接着母亲和张伯 开始劝小花回去 老吴也承认自己 昨天态度不好 然而 任凭张伯和母亲 说的唇干舌燥 任凭老吴鼓鼓哀求 小花就是不松口 他对父亲的恼恨 已经到了极点 后一天劝解团 没有再过来 小花心中稍举紧静 他想老吴应该知难而退了 我还没想到 后面一连几天 小花早上一出门 就看到老吴带着母亲 蹲守在旅馆门前 他扬装没看到 结果下班回来的时候 老吴两口子 依旧温丝不动地待在原处 前台告诉他 两个老人不听劝 但他们进来歇歇 也不愿意 就一直在旅馆门口徘徊 问他能不能劝解一下 老人一直在门口 万一出了什么事 自己也不好交代 小花心里起了涟漪 他不好意思让前台为难 更怕这样下去 母亲的身体受不了 老公小李比他更着急 时时跟在小花后面 弄完没了地软磨硬泡 希望小花能原谅老吴 小花心里很矛盾 一方面心疼母亲 一方面依旧无法对老吴的恶行释怀 他心中最忧虑的 还是老吴对松松近乎偏执的爱 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反复考量后 他给老吴提出了尊重家人 不干涉松松教育的约束 老吴满口答应 闹了这一场 小花明显感觉到 老吴对自己有所忌惮 态度上不那么粗俗无理了 对于松松的教育 也不再明目张胆地干涉了 他对老吴则有意回避 拒绝和老吴对话 松松上中学了 老吴虽然不再直接干涉松松的教育了 但极息难改 小花依然能感觉到老吴破坏的威力 刚进初一的时候 松松有段时间和一帮坏孩子 混在一起打群架 老师叫家长 松松害怕爸爸妈妈批评 黄证父母都出差了 把老吴带到了学校 结果老吴听了老师一番话 竟然哈哈大笑 回家后 得意洋洋地 在小区里山洋孙子会打架了 为这事 小花把松松狠狠责罚了一顿 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她都不敢对儿子又分毫地放松 那时候的小花觉得 老吴简直就是自己身边的一颗 不定时炸弹 不知道哪天就会爆炸 她也曾无数次想过搬出去 但近年来 母亲患了严重的糖尿病 日常不是去医院就是在家休息 老吴当了一辈子的甩手掌柜 家务一点不会不说 每次去了医院 还要跟医生护士发脾气 她实在不放心 把母亲交给只会坏事的老吴 接到老吴出事的电话时 小花正在超市手忙脚乱的收银 身旁是一条等待付款的长龙 母亲在电话里告诉她 老吴骑电动车送松松上补习班 回来的时候从车上摔了下来 现在送医院了 小花心中一跳 本能地回呛道 我给钱让松松打车了 谁让他去送了 说了多少次不能骑车 为啥又骑 挂了电话 他匆匆赶往医院 进了病房 看到一项不可遗失的老吴 脸色灰白的躺在病床上 全身插满了各种仪器 一条腿还被吊在牵引台上 小花不由一阵心酸 这一刻 他宁愿老吴跳起来对自己大喊大叫 他跑去找大夫 大夫告诉他 老吴是急性脑中风 肩大腿顾骨折 目前情况比较复杂 正在组织专家会诊 老吴的病情很危急 一天之内 连下了三次病危通知 手里站着病危的单子去缴费时 小花感觉自己 全身的肌肉都是紧绷的 老吴的情况这么严重 病房里却只有自己和小李 他烦躁地拨通了两个姐姐的电话 大姐说他婆婆心脏病复发了 也在住院 要等姐夫出差回来才过来 二姐则说公司里忙得天翻地覆 没时间回来 小花一下发了火 对着电话大喊 钱重要还是你老子的命重要 亏得小时候 老我对你千恩万宠 如今老头子病得快死了 就让我就不受待见地在这守着 你不怕我也撒手不管吗 二姐被怼得答不上话来 探口气答应 尽快收时间飞过来 又转了一笔钱给小花 说是父亲的医药费和护理费都有她出 小花虽然气脑 但也只能这样了 晚上医生来通知 老吴明早进手术室 次日一早 小花小李和大姐心急如焚的 守在手术室门前 三人将站了一上午 才看到医生走了出来 医生告诉他们 手术还算顺利 小花一颗悬指的心 总算落了地 术后病人需要24小时护理 大姐要回去服侍婆婆 小花和丈夫留下照顾 虽然请了护工 但老吴病后说话不利索 一件事要笔画很久 别人才能了解他的需求 小护工年轻没耐心 又不了解老吴的生活习惯 干了半天 就料挑子走人了 小花只好和小李两搬到照顾老吴 一周后 老吴的病情算是基本稳了 小花两口子也累瘫了 两人刚想松口气 谁知或不担心 母亲又出了事 母亲的身体本就是狗眼残喘 这段时间因为老吴的病 她也跟着着急上火 小花两口子这些天 又都忙着照顾老吴 对母亲未免疏忽 因此母亲这一病来势汹汹 小花把母亲送到医院 大夫看了所有的检查单后 告诉她病人现在的状态 只能依靠自身的抵抗力了 基本上能够医疗干预的 前妻都做过了 三天之后 母亲撒手吸取了 去世之前 她把自己和老吴的遗嘱公布了 存侃留给了姐妹三人 房子则留给了小花 母亲告诉小花 是老吴说服两个姐姐 把房子留给她的 小花的经济条件差 老吴一直看在眼里 母亲还偷偷把自己的私房钱 也给了小花 说这是匆匆以后的教育费 深夜时分 一个人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 小花忍不住泪流满面 她想不到短短几天内 两个老人一死一瘫 人生第一次 她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 想起之前对父亲的种种怨爱 此时她只觉得自己的幼稚可笑 生命由此脆弱而短暂 哪里还有时间去纠结 去计较 几乎在一刹那间 她就对往事释怀了 老吴出院了 她现在的状态是没办法离开轮椅 手指不灵便 说话也不理所 经常需要笔画很久 才能让对方明白她的意图 大姐还在照顾她的婆婆 二姐在办完母亲的丧事后 就飞回去忙她的事业了 小花开始独自照顾父亲 她每天帮父亲擦身 洗漱 穿衣 喂水 喂饭 推着父亲外出散步 患病后的老吴脾气比之前好了很多 给饭就吃 给水就喝 整个人变得温和了很多 有时看到小花忙得不行 老吴会打手势试一趟 坐下来歇一会儿 当然偶尔也会发脾气 拒绝吃东西 把手边的东西巴拉的乱七八糟 这个时候只要放一段匆匆的生活视频给她看 老头子就能很快安静下来 小花慢慢摸索出了规律 照顾起来倒是也得心应手 活到四十岁 小花终于可以和父亲和平相处了 黄昏时分 小花推着老吴在小区里散步 她想自己和父亲这辈子有恩有怨 有爱有恨 父亲从未给过自己一丝恋爱 却把最炽热的爱给了自己的儿子 壮年时 父亲对自己总是另于付出 到了晚年 却把唯一的房产留给了自己 小花扶下身帮父亲正正冒言 此刻她不再计较这一生 父亲对自己的种种不公 她只知道 这个丰主惨年的老人是自己的父亲 而自己是她唯一的依靠 小花四十五岁的时候 老吴已经能拄着拐杖走路了 但是身边还是得有人跟着 口齿还是不大灵活 匆匆考进了一所重点大学 每周会和爷爷视频通话 小李因为吃苦耐劳 和常年积累下来的好人员 升了仓库主管 和小花之间恩爱依旧 大姐终于送走了多病的婆婆 过上了悠闲的退休生活 二姐一直未婚 五十多岁的人了 还在风风光光地搞事业 理想的原生家庭会给子女足够的爱 而现实情况是 一碗水永远端不平 父母也无法做到尽善尽美 人生苦短 努力去爱就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隋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